华联一名患有小儿麻痹的女子 15号到一间排骨便当老店用餐 结果疑似店内地板湿滑 让她不慎摔倒了 造成右手右脚骨折 没有办法正常上班 现在就连上厕所也相当不方便 之后这名女子更控诉说 店家从来没有主动关心 还要她自己找保险公司理赔 不过当时店家出面海员表示 地板都有定时清理 后续也会协助处理赔偿事宜 便当店内红色上衣女子 准备回到座位 没想到下一秒 拐杖突然滑了出去 接着整个人重摔趴倒在地 讲到痛楚一度哽咽 因为怎么也没想到 出门吃顿饭居然伤成这样 15号中午 这名患有小儿麻痹的吴小姐 来到花莲知名排骨便当老店用餐 结果不慎滑倒 怀疑是店家没有及时清理油水 地面湿滑 导致她现在右手和右脚骨折 无法上班 就得上厕所也要花上一小时 可能就是回收碗筷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店员 在收碗筷的时候 不小心油水掉地上 吴小姐跟控诉 事发至今店家从没主动关心 甚至要她自己找保险公司 让她求助屋门 到目前为止 我都没有收到他们任何的里头电话 她是告知那个园警 说叫我去找那个 找那个保险公司里陪 有人装他去上大方 他装他就低到这边 我们一天转一天清两寸 当事店家出面喊冤 强调地板都有定时清理 应该是其他消费者将汤洒出 才会发生以外 也承诺会协助处理后续赔偿 现在吴小姐只希望得到应有赔偿 恢复正常生活 剑城见花脸报道